职场关系课 上一讲我给你拆解了基本盘这个概念 这些人可能不在职场上 但是他们是你职场竞争的起步点 这一讲我会给你讲讲如何维护你的盟友关系 有同学问过我一个问题 盟友关系都建立起来了 我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 如果你这么想一定会吃亏的 盟友关系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第一章里 我给你介绍过和盟友基本的相处之道 这一讲我要着重讲盟友关系变化的关键一课 我单独容易讲来讲盟友维护 就是因为你在盟友身上托付很多 而他抛弃你甚至背叛你的时候 你的损失会非常巨大 与其研究如何在盟友背叛之后收拾残局 最好是把工作提到前面来 我们来研究和盟友关系破裂钱的那一刻 就是双方实力发生变化的一刻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过去曾经是盟友的人 突然对你冷淡 有的人甚至开始挑剔找茬为敌 第一章的时候 我讲过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首先你要确认一件事 你有没有误会对方 两条行动上的建议是 积极同步消息和直率沟通 两条心态上的建议是 积极理解和不怕拒绝 这是我们和盟友相处的攻略 如果你能做到这四点 可以很好的消解误会 但是有一些矛盾 它不是误会 它真实存在正在发生 比如说你的盟友即将把你抛弃 再比如说你发现你的盟友 频频失误 你需要更换一个更好的盟友了 无论你是抛弃者还是被抛弃者 这种变化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结盟双方的实力发生了变化 我们怎么识别一个职场人的实力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 一个人在公司里的实力有多强 不同的行业 不同性质的公司都可能会有自己的判断之道 比如一个创新型的科技公司是否能承担最重要的产品 可能就是一个人实力的标志 但是在一些偏传统生产的公司 比如说门户网站 管理越大的队伍 手下的人手越多 说话的话事权就会越大 尽管有区别 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则 如果你的盟友获得了更多审批签字 制定预算的权利 那一定是他的权利在上升 一般来说权利上升有几个重要标志 按重要性来排序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标志是被授予拍板的权利 其次是转而去负责一些更好的项目 然后是管理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人 最后才是获得更高的职称和更好的待遇 而对有些口头的表扬褒奖 最好不要太认真 当你的盟友身上发生以上这些变化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开始审视你们的盟友关系了 在确认盟友的实力上升 并且出现了准备抛弃你的苗头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很多人容易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 有位K同学就曾经跟我提到过 他和盟友反目的事情非常典型 熊老师 我和同事的关系一直不错 我们一直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俩之间不闹矛盾 一个人先出人头地 就会拉另外一个人一把 但是我发现这个人最近的心思变了 去年年初领导把他列入了中层培养人选 我差一点没有赶上这趟 后来他对我的态度逐渐变了 请他吃饭喝酒 能约出来的时候越来越少 工作当中对我也变得更加冷淡 秋天的时候他升了部门负责人 后来就跟我打起官枪来了 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盟友呢 K同学犯了几个非常常见的错误 首先他想共享富贵 狗富贵无相望是很多年轻人 结盟的时候常见的表态 这件事情不要太认真 盟友身份对等的时候 做这种口头约定 如果要兑现 盟友必须要齐头并进 进步提升的进度得差不多 其次 K同学不承认现实 盟友的前进之路 其实非常明确了就是本部门的后备领导 这个时候K应该准备的是支持他的盟友 顺理接班 而不是反复的去确认 要盟友表态 和自己继续保持盟友关系 因为盟友即将接任领导职务 之前我说过 你的直接领导就是领导 他不是你的盟友 你必须认清形势 忠于他跟他合作 第三 K同学犯了反复添乱的错误 盟友已经身处后备领导的位置 风口浪尖压力很大 这时候你应该考虑他的难处 全力相助但是盟友没有从K那里得到任何支持 第四是上杆子讨好 盟友可能是心机如焚的时候 K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慌乱 他的每个行动都是这样的表达 糟糕我怎么比你变得弱了呢 你必须得承认你没有瞧不起我 你要让我这个老朋友跟别的下属不一样 这个期待太不屑实际了 还记得我们的职场三原则吗 安全原则排在第一位 盟友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自己的下属当中 设置一位首席下属 在势力范围之内多摆一个独立王国 K明明感觉到了实力的变化 而且是强变化 这个变化足以重写双方的关系了 但是K他否认这个变化 他希望一切不变 不积极应对的心态 是他犯错误的根源 K最后只能是等着盟友亲口告诉他 我们不是盟友了 我们现在是上下级 这不仅仅是被动的问题 还会毁掉双方的关系 如果这种变化发生在你的盟友关系上 你应该如何维护盟友关系呢 盟友之间的实力变化分为四种 他进我退 我进他退 共同进步和双双倒退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说他进我退 当你的盟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比如被领导任命 或者说列入了培养计划 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称赞对方 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提到如何称赞他人 你可以趁机重温一下 称赞不是谄媚 称赞是要确认一个重要信息 我知道你变强了 我在留意和琢磨这件事 称赞之后要简要描述 你自己准备做哪些变化 恭喜老兄 看来这次你提升有望 接下来的日子 我一定会全力帮你把这个项目做成 称赞对方的优秀 又强调我会发挥作用 最后回到工作的大局 这就是不卑不亢 当然 有的盟友可能非常优秀 比如他成了你的直接领导 那就更简单了 直接从强调盟友情变成表忠心 之前我跟你说过 和直接领导的关系 是你最重要的关系 做第一个起身相迎的人 会让你的新领导明白你的好意 其次说 我进他退 当你是盟友当中进步的一方 对方却在后退的时候 你是可以结束和对方的盟友关系的 虽然事实如此 但话要会说 不要在言语上冒犯对方 要肯定对方的功绩 你可以这样说 这次能进步 跟您长期以来 对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希望我们能继续好好做朋友 我要提醒你的是 也不要过于自谦 特别是 别在走下坡路的盟友之前贬损自己 你在进步了 你还自己挖苦自己 对方是落后的人 他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应该感谢对方 感谢之后 注意不要给对方什么新的许诺 让对方在情感上 觉得自己非常重要就可以了 他就不会觉得被你背叛 之后 如果你们的关系需要调整 他也能够逐渐接受 有心理准备 不会冒犯你了 在行动上 你应该做一件事 寻找更强的盟友 第三种情况是 双双进步 这是一种喜气洋洋的局面 可以和盟友小聚一下 开心复盘一下过去的日子 同时约定继续合作下去 但是记得一件事 重新衡量一下你们的关系 如果你们的领域已经开始交叉 存在了竞争 不要心存侥幸 早一点当一对敞亮的对手 比两个干耗着的盟友有用多了 最后一种情况是双双退步 两个人结盟就是为了携手赢的 如果发现已经有了抱着死的趋势 要赶紧寻找对策 要是觉得对方的工作 屡屡出现失误 成了这段关系的短板 那就尽快结束好了 在1.4讲当中 我跟你说过 两个人不要一起死的理论 当然如果你觉得对方 仍然是你阵营当中的重要一环 那就要尽可能的让对方明白 你正在努力帮他 一起在克服困难 无论哪种情况都要记得 多同步消息 对些没法瞒住盟友的局面 要尽快和对方表示自己的困难 也就会更好 跟盟友分享自己的困境 可能会受到对方更多的善待 让盟友继续支持你 很容易让大家继续一种平等关系 维护盟友关系有一个最佳规则 那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个不是超级英雄电影里的台词 盟友里总会有强一点和弱一点的区别 如果要维护好关系 那个强一点的一定要更主动一些 主动解决盟友 因为实力改变而造成的尴尬 强大一方主动谈论交情 那叫念旧 强大一方主动出让一点利益 这是做人厚道 强大一方劝弱的一方接受现实 甚至成为自己的下属 这是一个点拨行为 往上走的人说什么都容易对 只要是姿态友善 不冒犯对方就已经够了 而走下坡路的人说什么都不对 都像是套路 这个时候其实认真求助一下对方 某个不太重要的事情 看看对方怎么应对 怎么解释就好了 总结一下 其实盟友的相处之道就是 强大一方多做一点 弱势一方宽容一点 建议你学完这一讲之后 复习一下1.4讲的内容 再回顾一下如何用好里面的相处原则 在这里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如果曾经的领导在职场上吃了亏 成了你的评级同事 你还会和他称兄道弟 和他结盟吗 欢迎把留言写在评论区 下一讲 我会给你分析一下 职场上如何和别人进行短期结盟 我们下一讲见